今年57岁的宇星文 是青藏集团公司西宁基务段 一名普通的火车司机 在这条天路线上 他一干就是30多年 并且从未发生一起责任行车事故 安全行车6700余趟 打200万公里 相当于绕行地球50圈 宇星文说 大半辈子过去了 最得意的一件事 就是抗许力和坚持症 宇星文从1980年 进入西宁基务段 运用车间工作 他从私卢 负司机成长为成熟的火车司机 他自己也没想到 能在这两条光溜溜的铁轨上 一跑就是30年 都说嘛 离地三尺活神仙嘛 对吧 我挺喜欢这个工作的 可以说上班这40年嘛 从来基本上 没修过一天病逝假 回顾自己整个职业生涯 一次到兰州的牵引任务 让他记忆犹新 并且每次发车前 都要花上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仔细地做一遍发车前检查 有一次我们是担当 就是 兰州到西宁的 会那些牵引任务吧 你看当列车运行到海事湾 过了以后 因为禁压油管那个主管 它的焊接点 往外渗油 渗油当时就采取包扎捆绑的方式 就给它固定住了 到了新年以后呢 检修人员上车来检修的时候 把那个包装一打开 那整个那个焊接点 顺根都蛇了 要是当时要是不采取措施呢 这个车也就是回不了西宁 也就是停在路上了 停在路上就可以造成 这就可以造成事故 经历了这次意外事件 宇兴文在日后的行车过程中 格外注意行车安全 他说千万旅客把性命交给他 作为铁路人保障驾驶安全 他则无旁败 你要通过了这么多年的 就是这个称呼生涯吧 也可以这么说 这个行车呢 是安全中的重中之重 铁路呢 说不好听解决 就是全靠行车吧 尤其是安全 安全是重中之重吧 除了自己严格执行安全检查外 宇兴文师傅 还将他的安全理念 传递给下一代铁路人 土地可多了 十个二十个代了 有的在重拾这个行业 有的呢 有的也就是担当领导 领导的也多 安全生产 像机车检查呀 各个方面 都得要传授的 没有安全没有效益吧 说白了 一切都是为了安全吧 驾领三十余年 宇兴文也见证了中国铁路 从蒸汽机到内燃机 再到电力机车的发展 临近退休的他 每月依旧有十八到二十趟的出车任务 他希望能继续刷新自己的安全形势之路